三密符部分一樣,就是插入函數 比如說我要算銷售部的獎金 銷售部範圍一個、兩個、三個 那你要加這個、加這個、加這個 你不可能手動來加,所以用三密符就可以搞定了 那三密符的做法是 一,先優標放在銷售部這個總額 二,插入函數 再來找一下我們的數學 一樣喔,剛剛三坡的一樣的位置 往下找一下 S開頭,所以你找到三密符 三密符這個 特別注意,三密符是只有一個條件 比如說部門 但是未來如果你有很多條件的話 下面有一個叫三密符加S S指的是很多條件 可能你不只一個條件 可能你還有部門啊 還有什麼地區啊 還有什麼好幾個條件的話 那你可以用三密符 這個地方我們用三密符一個條件 所以按確定之後 第一個呢,他會問你說 Range,請問一下 你要幫你判斷哪個範圍啊 那你就跟他講說 我要這個範圍 你幫我找找看 Range 記得喔,一定是個範圍 第二個的話呢 Criteria 是什麼呢 幫我找找看銷售部 所以這裡的話 你當然可以輸入銷售部 跟他講說 你幫我找一下 如果是銷售部的 幫我帶出來 銷售部 然後呢 這個是判斷的條件 所以上面跟一跟二是相對的 三的話呢 是要加總的 三Range 指的是搶金 如果條件是銷售部 才把同樣範圍裡面的 那個 同樣位置的那個獎金部分 幫我加總起來 如果不是 就不用加總 按確定 好,這個時候4500 所以這兩個相加 再加1200 加起來看好4500 所以如果說 我今天要開發部的話 那其實很簡單 把這個公式複製一下 然後取消 按下前面的取消 然後移到這邊 把他貼上一下 但是改一下 把他改成什麼 改成開發部 所以這邊的話 來 開發部 OK 好 按打勾一下 這時候的話 2500就出來了 開發部 1500 開發部 1500 所以把這兩個相加 結果 他等於是 一個一個幫你去比對 反正那個範圍裡面 有找到的 才去幫你加 那個獎金的部分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我想 各位可以先 四十三米幅部分 所以兩個範圍 那特別是 這個quartelia 是相對於上面的 所以 1跟2是相對 3是要加總的 那再來就是底下 銷售人員 銷售金額 如果 這個是銷售額 假如是大於5萬的 才去加 所以這個 加 5萬 這個有加 這個有加 下面兩個 沒有5萬 所以這兩個不加 所以就把這些加起來 當然你不是用土法煉鋼 一樣 插入函數 一樣 用什麼 用那個 三米幅 最近使用過的也會出現 所以如果說 你每次 假設用過一次之後 記得可以切到 最近使用過的函數 三米幅 Range 這個範圍 quartelia 是相對於 特別是 你可以用另外一種 表示方法 大於5萬 直接輸入5萬就可以了 那你把他離開之後 他一樣會幫你在前後加上雙一號 這個條件呢 也是一個文字 他用文字的方式 幫你去比對 如果比對是的話 才去把銷售人員的部分加起來 按確定 26 OK 這個應該可以理解 那這一題做完之後 請各位 直接開啟另外一個檔案 那個檔案的位置 是在我們練習檔的第一個 就是 數學函數 那個什麼呢 教師研習統計表 你把它打開來 那這個教師研習統計表 就是跨工作表 它有兩個 一 三 所以請各位 另外開那個 數學函數裡面 有一個叫 第一個 教師研習 實數統計表 這一個 那它的邏輯很簡單 就是 這個 序則二 是指的是 有參加教師研習的老師 總共參加幾個小時 有的參加一個半小時 有的參加三個小時 那我想要知道說 序則一指的是 這個學校所有老師 有二十個 那哪一些 有參加 哪一些 沒有參加 有參加的 就是把後面的 數字幫我帶過來 如果沒參加的 那就輸入零就好 理事遠 不過當然不是這樣 我們是希望 用剛剛三米斧的函數 可以幫我怎麼樣 快速的把這件事情做完 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可以試試看 教師研習統計 就是 那個 序則一等於是 一個總表 一個報表 最後我們 有參加沒參加的人 序則二是 入門班有參加的 那你怎麼把資料帶過來 所以這部分的話 請各位 先試試看 那三米斧部分 待會我們來看 教師言行 喔